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金流战法 我是Tofi 那不知道各位投资朋友们 有没有听过限增呢 限增对你手中持股的影响是什么呢 如何从限增看见股价的未来呢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非常多的疑问 那你们的疑问呢 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孟臣老师下班来解答 欢迎孟臣老师 你的疑问我来解答 大家好我是孟臣 那在解答大家疑问之前 麻烦先扫一下这个QR Code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咬起来 没错请我们先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解锁孟臣老师的解答哦 好追好了吗 追好之后呢 马上就来问一下孟臣老师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限增呢 Tofi各位同志朋友们 千万不要小看宪臣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做宪臣这个主题 最主要的是要帮助大家判断景气的一个循环 这个宪臣它 如果说你在去年8月的时候 你有看我的这个节目 我当时做了一篇主题叫做航运之乱 对不对 那当时呢 我们会判断到航运景气准备要反转 也是靠现成哦 哦这么神奇 对如果你没有看过 我之前8月的那个节目 赶快去翻一下 你去找一下哦 哦 那当时我就是看到的一档股票 嗯 它叫做2609的阳明 嗯 我们先从这个阳明的走势来看哦 好 你会发现 哇这档股票涨的有没有很厉害 有耶 涨超凶的对不对 对 从原本的20几块钱哦 一路涨到200多块钱 哇 真的涨到吓死人了 嗯 当时全市场的专家 每一个人都是航海王啊 到处都叫你去买航运股啊 真的 那时候航运之热哦 热到就是啊 几乎没有做航运的人就不叫会做股票的嗯 但是呢我在当时我独排综艺 我告诉大家 航运股呢不要再碰了哦 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事 就叫做 阳明呢 他准备要去做一个 宪征的一个动作哦 7月13号那一天哦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点一刀切开来哦 你会发现到哦 哎这个阳明当时是涨很凶对不对 可是后面阳明是谁啊 直接往下跌了 对就从180几块钱 跌到了120几块钱啊 那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那个时间点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 宪征完成的一个日期哦 所以你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可以从宪征呢 他那个时间的转折的话 我们也可以预判出来这个叫做 景气转折的时间点哦 所以要记得宪征完成的那个日子 对宪征完成的那个时间点很重要 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要做宪征 其实宪征对公司来讲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你做宪征的话 你可以充实公司的营运资金 我今天我要扩厂 我要买设备都是需要用钱啊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把公司的负债偿还掉 就是用公司的钱用股东的钱 我就不用去付利息给银行啊 其实对公司来讲是一件好事情 对但是呢取决于 一个时机点上的一个问题点啊 因为呢通常公司增资的时间 通常不会在那种 大家很最悲观的时间点 它会在大家这个景气最热的那个时间点上去做一个 因为这时候才会想把钱拿出来 对那时候大家才会去抢买它的股票嘛 所以呢中资宪征的时间 通常在营运大幅成长的时候 比如像我刚刚讲海运 海运呢当时在 阳明200块钱的时候 是大家最喜欢海运股 当时营运景气都是最高峰的一个时间 那相对来讲当时的股价呢 也会在比较高档的位阶 那为什么要在股价高档的位阶去办宪征 对啊为什么呢 这很好玩对不对 对啊 理由很简单 我今天呢如果股价在高档 我办宪征会比较便宜 很莫名其妙对不对 对啊感觉很没有逻辑 很没有逻辑 好啦我解释给你听 今天呢假设我这家公司要募资1亿元的资金 对 那我如果办宪征呢 在100块钱的时候 这档股票在100块钱的时候办宪征 其实呢我只要募资1000张就好了 我增资1000张 其实我就可以募资到1亿元 对 可是如果今天股价呢 是在50块钱的时候呢 我变成我需要募资到2000张 增资到2000张 对大股东而言 我的股本被稀释 1000张稀释的比较多 还是2000张稀释的比较多 2000张会稀释的比较多 对所以1000张相对来讲 稀释的比较少 它就成本比较低嘛 所以呢 公司在办宪征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营运大幅成长 跟所谓股价相对高档的位阶 他才会去办宪征 所以我们刚一开始跟大家聊的 像我们看到阳明 他在办宪征的时候 就是营运大幅成长 股价在高档的那个时间点 对没错 所以呢我们再从刚刚的案例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口诀 遇到宪征股的时候 请你记得喔 就这几个字把它记起来 宪征之前不会跌 宪征之后不会涨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再把刚刚的案例跟大家聊 包括呢 现在正在进行宪征的股票 是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大胆的预测 现在的喔 现在进行宪的 比如像说华欣好了 华欣这一家公司呢 他准备要在7月4号到8月3号 开始去做一个宪征缴款 那宪征缴款之前 我们可以先预判一件事情 Tobi他的宪征股票 股价多少钱 每股33元 33块钱对不对 对 所以大盘最近在跌 你可以发现到 他跌到33.25元就停住了 股价就不再跌了 所以我们可以呢 先把这个宪征的33块钱 当做他一个短线上的一个支撑 可是重点是我刚刚讲的 宪征之前不会跌 宪征之后不会涨 对所以呢 等到呢 我宪征缴款到7月4号到8月3号 这个时间一旦结束的时候 他这个33块钱 就不是支撑了 未来破33块钱的机会 就会非常的大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要特别的留意 那刚刚讲的现在正在进行式的股票 接下来呢 还有未来 准备要办宪征的标的 我们要预估未来了吧 我们要预判一下未来 比如像说这一档股票 最近很热门的5258的红宝 这家公司 那Toby帮我看一下 他准备要做什么 准备要做宪征1000万股案 对 那他价格多少钱 每股45元 OK 那你现在呢 看到红宝最近大盘在跌 可是呢 他相对强势 对 那为什么他会相对强 因为他要限征了 对他要限征了 所以限征之前呢 他不会跌 可是重点是 当我这一家公司呢 完成限征之后 45块钱 他可能就 不是支撑店了 所以限征虽然是一件 看起来很小的事情 但是呢 他可以帮你去预判 一个产业 甚至一家公司 他的景气转折点的一个位置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都用这样的一个逻辑 然后呢 也从过去 现在到未来的案例呢 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再重复一次老师的重点 限征之前不会跌 限征之后不会涨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我们黄老师也有特别说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预估完之后呢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要避开哦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如果你手上有一些 限征 正在做限征的 或是未来 准备要做限征的股票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处理的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 有这个表单连结哦 欢迎你就留言 让我们知道 我会帮你来去做处理一个动作 没错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红老师 或是说 可以在我们的底下表单呢 记得填写你的问题哦 让我们的红老师来为你解答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 红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